我們今天讀經是詩篇十八篇 這篇詩篇講到詩人與神有密切的關係 祂很愛神 亦都很信靠神的大能 在這個經文裡面講到神的大能 怎樣叫祂的德性 我們一起讀一下 耶穌說我的力量,我愛祢 耶穌說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盆石 我所投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國,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 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曾有死亡的承索纏繞我 匪累的急流使我驚懼 陰間的承索纏繞我 死亡的網絡臨到我 這篇詩篇首先講到神,我很愛祢 這個很特別 好像耶穌問他三次 你愛我,比這才更深 彼得就說,主啊,你知道我愛祢 這裡詩人很主動地說 神啊,是我的力量,我愛祢 講到很多形容神的地方 你是我的岩石,是很穩固的 是山寨,是保護我的 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盆石,我所投靠 是我盾牌,可以保護我,脫離一切人的攻擊 以及拯救我的,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神 這位神是應當讚美的 那我就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神就會拯救我們 不會被仇敵勝過我們生命 魔鬼來偷竊殺害偉圍 但是神是保護我們的 一個人聽神話 他的生命可能會有困難 可能都會有一些攻擊 例如說,可能有疾病 可能有些人會傷害他 但是那些人不能夠拿走神的福氣 即是就算有人傷害你,講閒話 但是神始終會保護我們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害怕 有人罵我們,不用害怕 不用放在心上 我心上神一定會保護我的 繼續讀第六節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華 向我的神呼求 他從電中聽了我的聲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那時因他發怒,地就搖陷戰鬥 山的根基也震動搖陷 從他鼻孔冒煙上騰 從他口中發火焚燒 連炭也著了 他又使天下誰親自降臨 有黑雲在他腳下 他坐著基路拍飛行 他藉著風的翅膀快飛 這裡講到他在急難 即是他都有攻擊 困難中他就求告神 向神呼求 神由他的電中去聽了他的祈禱 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神的耳 原來神是聽我們的呼求 那時因為神發怒 神要懲罰這些惡刑的時候 地就搖陷戰鬥 神要震撼這個世界是很容易的 因為這個世界都是在神的手中 祂有能力 而到末世 祂真的會震撼這個世界 然後他從他的鼻孔無煙上騰 從他的口中發出發火焚燒 連炭也燒著 他又降臨 使天下誰親自降臨 其實神也跟我們很密切關係 祂很尊貴 很全能 祂也跟我們很親近 祂會降臨 有黑雲在他腳下 即是他駕著雲降臨在我們當中 坐著基路柏飛行 在天使跟他一起飛行 他直著風的翅膀快飛 希伯來書有提到 神用風作祂的使者 這裏也有說到神 祂是跟我們很密切的 所以我們知道 聖經說 神在我們前後還原 我們按手我們身上 神也都在我們裡面運行 神在我們運行 要成就祂的美意 然後第三段一起讀 他以黑暗為藏身之處 以水的黑暗 天空的厚魂為祂四圍的行功 因祂面前的光輝 祂的厚魂行過 便有冰薄火炭 也有說 也在天上打雷 至高者發出聲音 便有冰薄火炭 祂射出箭來 使仇敵四散 多多發出閃電 使他們擾亂 好 這裏講到神 祂可以在黑暗中運行 祂去到哪個地方 祂在光明中 亦都可以在黑暗裡面 人未必看到祂 神是以厚魂做祂四圍的行功 因為祂面前的光輝 祂的榮光 祂的厚魂行過 便有冰薄火炭 即祂一去到哪裏 那裏便有冰薄火炭 我們看聖經七號 第一號 便有說到火燒著的 冰薄火炭在地上 令地上的樹、草 草燒了樹 和地燒了三分之一 即是神的同在 可以帶來這些懲罰 在這個末後的時候 然後神在天上打雷 祂都發出冰薄火炭 射出箭來使仇敵四散 當神要攻擊一個人的仇 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得罪神 我們不要成為神攻擊的對象 而是神祝福的對象 有人要攻擊我們 其實祂很慘 所以有人攻擊你 你說祈禱神 你不要把那些災難降到你身上 因為祂攻擊我們 祂比我們更慘 我們便搖恕他們 祂其實是被我們慘 神是掌管的 這個手裡你看到幾個 這麼大巨型的冰撲 就是現在因為天氣的改變 有時有些冰撲是很巨型的 其實現在的天氣 他們經常都說 是比以前更加嚴重的問題 好了 第十五節 我們繼續讀 耶和華 你的斥責一發 你避孔的氣一出 海底就出現 大地的根基也顯露 他從高天伸手 讀習慣了普通話 抓住我 對不起 抓住我 抓住我 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 他救我脫離我的敬敵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為他們給我強盛 我遭遇患難的時候 他們來攻擊我 但耶和華是我的倚靠 他又令我到寬闊之處 他救拔我 因他喜悅我 神要斥責的時候 連地的根基也要顯露 海底又要出現 但是神在高天抓住我 將我從大水中拉出來 救我脫離 敬敵 那些恨我的人 神是會祝福的 並且會提升的 在我一生 我看到神很多地方提升 神都會提升你們的 那些人 恨我的人 他們給我強盛 但是 我遭遇患難的時候 他們攻擊我的時候 神是我依靠 他一定會保護我 令我到寬闊之處 在那個地方 是寬闊的 是廣闊的 是滿有恩典的 去救拔我 喜悅我 於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